大家感恩节好啊 天两天我是看了一个视频啊 就看了这视频上有一个 好像广州车展吗 什么啊 广州车展好像是有 有很多的豪车呀 车模啊 有一个视频的 就那个视频也很短 我倒是对这个豪车车模 没有任何印象啊 就是那个视频呢 也就是可能多少秒 但是就是对那双间 有一个专门目不转睛 注视这个车模的这么一个 一个小伙子印象深刻啊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叫什么条文歌啊 这个人呢也不知道是 姓胜名谁啊 反正就是你看 像这个照片当中 你可能对这个 就我们的基本上大体的 这么一种反应的话 是吧 就是人看到这张照片的话 可能就是一方面是主要看 一方面看到这个车模 另一方面是主要注意到这个 这个看车模的这个男子 是吧 这个小伙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 尤其是这个上面 人家专门可能打了个记号啊 所以就是 对这个 看这个车模的这个人啊 格外的引人注目 即使你不打这个记号啊 你就看这个 目不转睛 看这个车模的这个男子啊 就是在在这一众人当中啊 就是看车模的这些人 拍照的人当中 都显得就是特别的引人注目 啊 就是因为他那个眼神啊 就是他那个眼神 特别的专注目不转睛 而且别人基本上都拿手机拍照 拍照啊 拍车也好 拍车模也好 就他不拍 他的这个非常专注 就是专门 这使劲是看人家这个车模 车模比较漂亮是吧 秀色合餐 啊 他呢是 是当时这个感觉是 是犯了花痴吗 还是怎么样的啊 就是看着目不转睛的 啊 而且他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车展呢 他本身就是啊 展展一些豪车 车模呢 有一些就是比较亮丽的车模出来 也是推销车啊 其实车模也本身就是让人看的 对吧 车模本身也就是让人看的 但是呢 就是说你看什么啊 你比如你看美 你看美好的事物 一般来说你看那么几眼就行了 对吧 看那么几眼 但是你这个这么专注的啊 这么看人家目不转睛 连眼睛都不眨的这种看的话 嗯 怎么说呢啊 嗯 也可以说是专注吧 可能在国外的话 在西方的话 这是一种 对吧 可能你长时间盯着人让人看 盯着让人看的话 可能是一种不礼貌 甚至一种挑衅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这么专注的看这个车模的也无可厚非啊 因为你这个车展的话本身就是让人来看车 看车模 也是看车模的嘛 对吧 车模就是扬眼亮丽 就是让人看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人的他的眼神啊 太专注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呢 这个也 他的这个形象也比较有这个 有辨识度是吧 所以他们很多人最后就是 发现这个人也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那啥在网络分传的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 啊 姓甚名谁 但是呢 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辨识度 啊 也不好说他怎么叫他什么名字 怎么给他就临时起了个条文歌啊 因为他穿了条文的T恤嘛 啊 条文的T恤 穿了个条文的T恤啊 而且呢 我觉得他不仅这个穿了这个衣服啊 嗯 有一定的辨认度 其实关键的是 这个人的这个外形也挺辨认度的 啊 这个人的话 整体来说 你看他虽然他是使劲看美女 但是让人 并不是让人感觉 做那么猥琐呀 的那种感觉啊 反正还是挺专注的啊 反正就是 很专注 并不是那种为所下流的那种感觉啊 就像很欣赏 有点啥东西的 当然那其他的 他的内心怎么想的话 是不是有很多的啊 是不是很多浮想联篇啊 会不会有 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最起码看着这个小伙子 我觉得 看起来这个眼神啊 蒙眉大眼的啊 然后非常专注的 眼神还是比较正派的啊 眼神还是比较正的啊 眼神还是比较正的 就是喜欢啊 最起码心里喜欢嘛 对不对 心里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膜 就是让人看到 别人来说 这个人怎么是 看得这么专注 其实 呃 无可厚非啊 无可厚非 人家爱看怎么 就是看车看没你啊 结果后来的处理方法 就是还把这个人 好像说是 低级趣味 好像把这个人 平台都尽了啊 因为这个人就是通过 别人偷拍到了他的 就是看车膜的这张啊 然后就放到网络上 一下子到处分船 这个人还火了 条文哥这个人还火了啊 然后就是到 好像是有关 某个他处罚了 说是这个人又是 啊 以低级趣味来传播 其实这个人 看不到车展上 看车看美女 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 这是一个自由嘛 对吧 你基本上你看车 看美女 美女多看一点 因为他本身美女 车膜这些 就像明星 你在 在那个车展上 舞台上 就是让人看 美光灯呀 手机呀 拍照 人看的吧 对不对 人家看的怎么 谁知道 这个是咋回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 外形挺有辨识度的 可以做一个logo 挺有商业性的 也可能这个是一种炒作啊 是这个人就是啊 饭花吃在那看的 还是一个之前设计的 咱们都不知道啊 但是他这个人的外形 比较具有辨识度 而且现在条文哥的名头 有了以后 可以以后在一些车展的话 可以做一个这种 一个logo啊 一个logo 这个条文哥你看 头四四方方的 眉毛浓眉大眼的啊 他的这个外形的话 真的很容易 他就是他这长相 有点卡古人物的这种感觉 有点像蜡笔小心的 那种感觉 是吧 如果说在每个车展上 因为车展上需要把车卖出去 也需要车膜啊 而且呢 还需要这个条文哥 条文哥呢 跟车膜是互相配合 一唱一和 对吧 一唱一和 你如果车膜出来了 但是没有个条文哥的话 在那里那么凝视的 也望眼欲传的凝视的话 这个车膜可能也不够吸引 啊 车膜不够吸引 车不够吸引 是不是啊 整体上 所以说这个 啊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这是也是现在这个人们的一个 就是网络时代啊 就是蹭网络流量吧 这个人 但这个人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当中的 咱们不知道 但是确实是他这个眼神很专注 啊 这个眼神很专注 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车展上 大家记住啊 大家记住啊 这个人好像最后有人把他的 这个搜了一下啊 就是了解了一下 这个人好像是来自甘肃啊 来自甘肃 来自甘肃 名字叫啥 好像姓李啊 但是就这个人的这个样子 外形啊 这个人的辨识度上 就是在 因为我们老家也甘肃的 就在甘肃的地方 就是到西北山 甘宁一带的 中国北方地区长得像这个样子的 这后山是非常多的 啊 非常多的 我觉得感觉有点像这个 啊 就是像这个甘肃人 不像南方人的外形啊 脸上看上去 其实还是挺淳朴的啊 也不是说是 你看美女 没有感觉车窗的下流 猥琐的那样 很专注啊 所以这个人现在 无意当中啊 就是看车产的时候 最不像就是把这个 啊 把自己还弄成了一个网络红人了 是吧 挺有意思的 啊 人家说看一眼是尊重啊 网络流行语是看一眼 一直看表示一直尊重 是吧 这个尊重不尊重不知道了 反正喜爱是 喜爱是 美女吧 美女的 美女本来是 本来男人的本性嘛 也喜欢美女嘛 啊 这个也是正常啊 反正这就是这个条文歌啊 条文歌的这个流行现象啊 给大家了解 给大家讨论讨论啊 这个 现在这个人可能 现在已经有了商业价值了啊 啊 这个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工作 还是没有工作 但是最起码他在网络上爆红了以后 可能以后也和 啊 不是以后 现在已经很多车展都要请他要出来啊 请他去这道车 就是让他来专门看车 而且他的这比较特殊的一点是 他的眼睛是真的是 长时间一眨不眨的 就眼睛你不累嘛 是吧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 有些车磨跟他还对视 结果看他眼睛看色了 还给他给人眼药水啊 反正总之现在就是 要是大型的车展啊 这推销车的话 一方面是车磨要贵不可少 另一方面车磨的 跟车磨相辅相成的是这个 条文歌啊 条文歌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啊 好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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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